看见没有 看见这条鱼了没有 哎呦 我去 哎呦 我去 这鱼咋的了 哎呦 我去 眼睛通红毛血啊 咱往边上看 咱往边上看 哎呦 我去 这这是咋的了 这鱼啊 浑身就跟 这应该是 跟我上次抓那条长流的鱼 应该是类似 这个还没长起来 我就摸了你一下 红身都是血 看这拨手上 哇 这个就不能要了 这个叫龙尾鱼哈 也叫沙光鱼 看这个我就再给它放回去吧 这个给它要了 这个啊 咱从哪抓从哪放吗 应该是得了绝症了 走吧 走吧走吧 要留恋了 哇塞 这么大的海葵真的太难见了 海葵花 花这个海葵一定要当心一定要注意 不能直接就从哪 你一定要从它边上慢慢的口口动 它特别容易缩 缩得特别特别快 哇塞 哎 转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好 抓断了抓断了 哇 海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海葵花 加油站呀 已经缩了 没事咱留个根哈 它的根在底部的话还可以再找到时候又能找到一朵海葵花 这个必须得瘦得太漂亮 看着第一眼像不像一块大鼻涕 哈哈 谁醒出来的鼻涕丢海里了 捏在手里面又有点像圆圆的像 软软的像果冻特别特别的软 这个是什么有没有应该已经猜到的小伙伴 这个叫尼罗卵 这个完全就是被沙滩给吸进去了 看见吗 它底下有沙滩管 啊 因为这里面都是尼罗的 都是孕育尼罗的 都是里面有无数的小生命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被沙滩管给吸住 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吧 咱就给它放着 你看到处都是 白白的 这里有发现的一个整个水平 有两倍 这应该已经是死了 我喝 你说 这应该是被呛死了 好 里面肉应该都 肉应该没有 但是里面沙子太多了 这也不要 再见 第三朵海灰之话 这个东西只有晚上才会开这么大 太难见了 关键这个还在吃鱼 你看见吗 哇塞 肉食动物 还在吃这个小鲸鱼 我这鱼死了 被他弄死了 这个我一看见他我就想抓的 我就想挖的 就想给他吃 哇塞 太漂亮了 送啥呀情人节 不如送点花石 对不对 就叫海里的这个大花 你送了一朵 媳妇都没见过 太可爱 我还蓬水 哇塞 碰了我一脸 这个真的太漂亮了 然后 你快跑快跑 你只要跑得快我就会抓你 哈哈 退透机 鸡石螺 教你呢 还要往沙子里 我还要往沙子里 我 哇塞 你赶紧给我上来 哇塞 哇哇哇 你有意见还喷我 这个我就带走了 是 应该是被村村上 推在这个网上 这地方因为沙子 下不去 跟着没过下去 这风格还挺大的 一个也不先烧个汤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 应该是 这个不好拿 哎 这个不好拿 嗯 这个被网上的 哎 拿出来 从边上 不能浪费这个 多大的大文革呀 两个 正好做个伴 你能的你跑啊 这个东西应该是 你别夹我啊 你夹出来 你别夹我 你这一手挂住 咱老的手就 带一下 累了我九牛二骨之力 终于给他 剪下来了 咋不动了 刚才 我一边救他 关键他一边会夹我 剩下这个地方我就不敢弄了 一动他就夹我 他这个夹子啊 说不好听的 连肛筋都能夹断 就我这吸胳膊吸手 呵呵 真的不够他一下子 来握个沙吧 握个沙表演一下 好吧 表演一下我就给你放了 哇 他好像能听懂我说话 这刚才被网缠的特别厉害 不然 哎 握一个 握一个 我给你放了 好不好 我这个太小了 算了 刚说完 双 呦 听懂我说话了 听懂我说话 进去了 应该生得像是有网上 藏起来吧 这个我就不要了 看好了啊 啊 这个姿势藏的是真好 这个位置藏的是真隐蔽 呵 我刚才我不是特意瞄了一眼 我就没发现呢 毛隔 这么大的小毛隔 也叫雪翰 这个好吃 回家烫一下 老师姜 带着